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这个话题口味比较重 这个曾经以前听过一个段子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出轨就是潘金梁 如果潘金梁不出轨他就不会独死武大 他要独不死武大呢武松就不会杀西门庆 武松要不杀西门庆呢就不会上梁山落草 梁山好汉不造反呢金国就不会进攻宋朝 宋朝如果不灭亡呢中国就会走入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我们就可能有了地理大发泄 我们就能殖民美洲 然后我们就能把太平洋变成我们的中国湖 我们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百年的近代的屈辱一步一步 都是因为潘金梁出轨造成的 出轨这种事自古有之 但是古代不这么叫 古代广出轨一般叫通奸 而通奸更多的是责向女方的 而不是指男方 为什么要责向女方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中国古代是负系血缘的社会 所以一旦通奸 尤其这女方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怀上撕孩子 那么就会扰乱本族的血脉 等于本族的血里就会混入外族的血 这个本族就不纯了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古代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当然了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 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特别有意思 他的出轨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的佳话 不是他的出轨 是他们家 有人出轨 留下一段历史的佳话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隋朝著名的大臣 这个岳国公杨肃 就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功劳很大 所以进封国公 进封太师 然后上书省的长官 所以家里自然也是姬妾成群 其中他有一个姬妾 原来是陈朝的公主 乐昌公主 是陈朝的公主 这个陈朝的公主兵败之后 国破家王到杨肃府上做了姬妾 但是人家公主原来是嫁过人的 有个驸马 驸马叫徐德延 跟徐德廖差一个字 徐德延 到了这个陈朝 这个国势日非江河日下 所以这个徐德延就跟这个乐昌公主就讲 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那我看这国家早晚要灭亡 你又是这个陈朝的宗使 国家灭亡之后 你我夫妻难免就天各一方 说咱们夫妻一场 我特别希望这个 咱俩啊 你能够不分开 但是万一分开了怎么办 咱俩得有一个凭证啊 日后得相认 怎么办 那会儿没有微信 没法找 就拿出一面铜镜 把它掰成两半 你拿一半 我拿一半 说万一有朝一 是咱们分开了 你到了隋都长安 你就在正月十五这一天 派仆人到大街上 卖着一半铜镜 然后我 拿出那一半 对上 对上咱们夫妻团圆 这就留一个著名的成语叫破镜 重圆 后来果然 乐昌公主被裸到了长安 坐了杨素府上的机械 徐德言辗转流离 来到长安寻找自己的妻子 正月十五那天 在街上转 果然就看到有人卖这半面铜镜 所有人都觉得卖铜镜 这老仆人是神经病 没想到徐德言就拿出了那半面铜镜 然后果然就夫妻俩重新相见 重新见面了 然后杨素知道这件事之后 觉得成人之美 宁差十座庙不悔一桩婚 就让徐德言跟乐昌公主重新相好 然后还赠送两人钱财 让两个人回归江南 所以杨素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所以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出轨的家话 当然了 这个少的事儿才叫新闻 你看所有对出轨不在乎的大概也就是杨素 别人你试试 不弄死你有鬼 所以这种事儿最好还是不要干 一出轨他早晚要翻车 还是在轨道上跑 是比较保险的 好